由英国女性时尚周刊Glamour创编的《魅力女性奖》 四号在英国伦敦颁奖 前辣妹成员之一贝克汉的妻子维多利亚 获得了十年最具《魅力特别奖》 六次陪同维多利亚前来领奖的 不是她的丈夫著名求新贝克汉 而是他们的长子布鲁克林 领奖之后的维多利亚 骄傲地称儿子为全场最英俊的男生 同时她也特别感谢丈夫贝克汉 《魅力女性奖》自2003年开始 每年评奖一次 获奖者来自娱乐 体育 政治等多个领域 维多利亚曾在2007年 获评年度最具《魅力女性奖》 她这次获得了十年最具《魅力女性奖》 是为这个评奖成立十年 特别设立的重要奖项 今年获奖的《魅力女性》还有 电影制作人拉舌达中斯 歌星丽塔欧拉 和演员海伦麦克罗伊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